《窮盡一生,忠於一世,以手造萬物,以心觀天地》 陶藝對我而言是我的生命 一件作品我不介意時間的長短 我一定介意出品的質量 創作一件作品它可能是很漫長的 學這個東西的人要有耐心 然後一定要堅持 刺血它是有溫度的 有思想的 有情感的 有看得見的一面還有看不見的一面 一個重要的紐帶是一種古都 而替摸的一種之業 如切如搓 如濁如磨 道計合一 追求卓越 蠻種不可預知的微妙的感覺特別吸引我 每一遙都有它的故事 每一遙都是神聖的 揮將心 注將魂 守將勁 見將行 新火接續傳中華風範 將心永存 早中國傳奇 2000多年前 智慧的中国人 就已经掌握了蚕丝的奥秘 并利用这种天然的蛋白质纤维 在不同植物上 绣植出各种精美绝伦的图案 这些四植物 体现了人类对美的追求 也凝聚了中华古老刺绣技艺的降噪精神 之后 这些精美的丝制品 通过伟大的丝绸之路 传到了世界各地 成为中国最早的全球性商品之一 也成为了传播文化的载体 随着历史的变迁 科学技术的进步 人们的生活方式 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这件衣服 你看一下它的尖位 它是直绣出来的 这个直绣的这种方法 就是我们古法之一的一种方法 一件衣服 其实这样的一件衣服 它也是承载着 几千年的文化在这个上面的 苏绣的有一些精细的融合进去 刺绣时期上是一个很庞大的 和历史和文化 能够联系起来的一种传统的记忆 它是和各个不同时代的生活 文化和人的精神的诉求 实用的需要联系在一起的 通过各种不同的真法 来塑造形象 表达情感 有特殊感染力的公益的媒介 有人把它称作 指尖上的艺术 是中华民族数千年 我们的民族记忆 也是我们民族传承的记忆 是一种孤独而寂寞的一种职业 从历史的角度来说 画绣相结合 其实一直是我们 就是制作刺绣时的一种方式 因为我们现在选择的体材 非常的丰富 就以往可能都是中国元素 但现在我们也会采用一些 西方的一些元素 比如说像是一些油画 因为大家都知道刺绣工艺 过去是一种工艺品 他把一些工艺品 上升到一种艺术品 他是从中国绘画 包括油画以及艺术里面 寄取一些营养 所以他整个的那个 出来的一些作品 明显的具有一种 艺术的一种特性 艺术的一种风格 创新在这个时代 就变得让人们特别自觉 在审美上应该说 都达到了一定的高度 我会想到的是一个小鸟 它在欢快地 跳动地 会想象它的美 它的羽毛的颜色 就是最优秀的 就如我 但是你能想像 我会想象腿 会想象律 谁能带上去 但是我会想象律 是因为我 就像和我 那种人 就像耶知 meer 有点帮助 我只是想象律 那种人 我的天使 我不是说 小鸟 原來的貝東是那個 二代的主題人 戰全貌 太棒了 怎麼樣啊 你選的這個圖 你一定搞的 這個色彩的 非常有代表性的一個象徵 您把這個真的這麼多的細節 都描繪得特別的生動 就好像音樂一樣 對我來講 這幾種藝術是非常相通的 刺繡是用它的技法 音樂是用我們的樂器 或者通過我們的這些作品 但是描繪的其實最後是 最後的心靈的美 就是在座整個的時候 其實手這個部分修了很多次 因為畫出來的跟做出來的 我們就很細緻嘛 就是一針一線的這個位置 它顏色的變化 實際上真的太難把握了 你要仔細看 裡面有多少種藏式的變化 就像音樂一樣 我感覺到就是那種韻略的聲音 就是你這種激情的或者是緩和的 就好像那個我們縣的那種出合戲 其實刺繡最早 它沒有說是像現在有一個稿子 然後讓你去做的 我們在生活用品上 所有繡織的東西 都是自己想什麼 直接用刺繡的形式 來把它繡出來的 真就是畫筆 當然這個時候 還有一種必須是 對這個蒸法的運用 花我應該用什麼蒸法 我樹幹用什麼蒸法 羽毛 眼睛 每一處的細微的地方 用什麼蒸法 你已經了然於心了 然後你就開始 製作你自己的作品 第一針的開始 就告訴自己 開始要做這個作品了 大家都知道畫家手拿畫筆 然後在紙上做畫 刺繡的工匠 那麼它的難度會更大 畫家可以瞬間 但刺繡卻不可以瞬間 反面扎進去 正面遞過來 一根根纖細的絲線 在刺繡工匠的眼中 心裡 它卻是完完全全地 帶有空間意識的這種表達 一個真正的刺繡工匠 實際上 每當他要進行一個 有他自己原創的這種 這個繡制的時候 它真的是在面臨一種考驗 你眼裡就只有這些顏色 怎麼去搭配 一針一線 然後一絲一毫都要做到精緻 就還是覺得 怎麼能繡成這樣子 這麼精細 顏色做得這麼周到 這麼逼真 希望我能成為一個 真正合格的傳承者之外 能帶動更多的人 在這個行業裡面一起去傳承 小玲 收拾線啊 對 把線都選過來了是吧 是 好的 那我們再最後訂一下吧 好 好 這十年我帶了大概有三千個學生 我們很想把我們自己 就這麼多年幾十年積累的經驗 能夠很好地能夠 就是去把這種文化 真的是延續下去 希望更多的人能夠去傳承下去 也是我自己的一個心願吧 我們經常講它是有溫度的 有思想的 有情感的 有歷史文化的一個沉澱在裡面的 這個是就無法替代的 也替代不了的 一定是會發光的 這種手工技藝展現出的降噪精神 值得傳扬 一針一線 一絲不苟 絢麗多彩 卻又毫不張揚 這些作品所能夠傳達的 中國文化的信息 也是一種世界大同 以及對美好生活嚮往的 溫情表達 和中國絲綢同樣最早成為 世界性商品的 就是中國的陶瓷 泥土雖然沒有生命 卻能孕育萬千新生 成人間煙火 及萬家氣韻 製陶技藝幾乎貫穿著整個華夏文明的 源起與綿延 中國的彩陶文明它就像一朵朵花瓣一樣 每一處的陶瓷的產區 它是散落在中國大地上的 領南文化才中原之精粹 那四海之新風 領南陶藝也因此在中華大地獨樹一致 早在明清就已享譽世界 如今在中山小蘭 有一位領南陶藝匠人 四十餘年堅守 並延續著這門手藝 東塔 這個板跨今天上有 等一下照幾個人幫忙拿一件過去 然後我設計了演戲以後開始上 今天何戰全開始給一幅 巨型的照避作品上用 這幅照避由十件板塊拼接而成 製作完成後將在小蘭的年度盛世 小蘭菊花會上驚艷亮相 就是因地之遺 因地取材 領南地帶一般都是用高陵土 高陵土含鋁 燒出來比較潔白 五彩的有色是很漂亮的 領南陶藝經歷了差不多 兩千多年的這樣一個發展歷史 在全國它是以陶樹這樣的一個概念 作為它自己的一個特徵而聞名的 製作一件陶瓷產品 它大概分幾個階段 首先就是製作 再就是裝飾 然後是乾燥 再就是上釉 然後最後燒沉 這塊泥在你手上有多軟 有多硬才適合 要做一件事 懂泥性 手有體溫 這塊泥是有水分的 當這塊泥很小可能泥在你手上的時間長了 會起裂紋 因為你手的溫度會蒸發你的水分 但是當我一拿起一塊泥就抹 你拿起一塊泥就捏 這時候畫面的動感是很舒服的 當你喜歡某件事 當你喜歡它的時候 兩個字形容 忘形 這樣就能真正達到泥人合一 這件作品才有靈魂 因為有時候它胎色可能稍夠火了 但它可能有些暗裂 暗裂是你可能用右眼一下子看不出來的 所以當你要通過敲的動作 你會聽到它這樣敲鐘聲的感覺 很清脆 OK 是這個溫度夠 我叫何大志 93年 然後我是劇城陶武的接班人 也是我父親這個非裔的項目的傳承人 2013年 何大志出國留學 攻讀視覺藝術 學成歸來後 他主動參與到父親的逃逸事業中 就我心裡好像沒有做yes or no這個選擇題 因為我心裡默認就是yes 好像這個東西就是我生命當中的一部分 反而更多就是想如何做 其實我不是說如何做 做這個手藝這個問題 我一直思考的是如何把這個文化 傳承好 做好 在中國人的審美世界中 氣物是心靈的延伸 意不拘於法 既然有人用泥做化 便有人以刀為筆 考古發現 距今七千多年 早在金屬工具發明以前 中國人就已經開始用木頭雕刻飾品 進行美的創作 你住的地方有山也有樹 它本身就跟人的好像很有情感的 我們在用人類的智慧 把它變成一支樣一俗品的時候 它離我們的距離就更近了 在漫漫歷史長河中 雕花世界 裝點著東方的風雅堂皇 和意趣雅韻 也刻錄著中國文化的傳承 與家族夢想 宋元年間 我們的祖輩開始將毛僚 改為木結構的房屋 做完房屋後剩下的邊角料 通常用來做家具 就這樣 誕生了我們大宗傳統雕刻這門記憶 小時候看到祠堂 別人家裡很多精美的木雕 家具 我覺得很吸引 我外公以前是做木匠的 我小時候整天去他家玩 他做家具的工具 就變成了我的玩具 我外公經常罵我 他把工具傷到我的手手腳腳 我當時也沒有想到 我未來的一生都與木頭打交道 我是紅木家具雕刻技藝 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人 李仲良 這是一個面積只有四十平方千米 人口不足十萬人的小鎮 卻是中國紅木家具產業的發源地 在這裡 在這裡匯聚著來自中國大江南北的木雕匠人 中華民族源源流長 中國傳統家具呢 它承載的是造物的文明 傳統家具 所以立不開一項裝飾記憶 就是木工雕刻 讓人使用起來賞心悅夢 它體現的它是一種文化現象 李仲良十六歲開始學習家具製作 三十多年來 一直在紅木家具行業中摸爬滾打 他的生活除了木頭還是木頭 在一刀一刻之間 與時間的對話中 匠人將木頭的生命延續 在人們的觸摸與凝視中 木頭也會回饋它最美的姿態 如果你很喜歡這件家具 就會經常接觸它 摸它 家具會越來越有光澤和滋潤 它是有靈氣 有呼吸 有生命的 每一件木頭都是一件寶貝 每一截 每一塊板 我都要想怎樣發揮它最大的價值 將它的生命延續下去 刮骨飄物箱裡面 類似這種做法也可以 但是這麼厚的板 我建議還是做類似就要提小費比較好 我覺得一些比較富貴的 像長壽的帶壽鳥 主要以孔雀牡蕩為主 配一些比較有吉祥意義的花鳥 寓意義美好 祥和幸福 是紅木雕刻中最重要的主題 現在這個羽毛可以把它的孔雲 體形出來 又是一體的 因為這種做法現在還是比較輕輕 比較少 在裡面比較大切 它可以把那個做出來的立體感 精細度可以表現出來 這裡面的土蛋 可以對新做 以前做可能整幅圖 都是比較立體的雕刻 我這次的想法 將整個圖案的竹與次 高與低 深與精 有很明顯的對比 一件大型木雕的誕生 凝結著眾多匠人的心血 從題材的選擇 元素的搭配 到構圖的設計 寓意的斟酌 無不體現著匠人的巧思 我們的文化傳承已經數以千年 老百姓的心願 永遠是追求美好的 牡丹代表富貴 梅蘭作曲代表文雅 一種高尚的情操 所以我們的木雕藝術 也融入了這種文化 融入了這個藝術修養 所以變成大眾喜聞樂見 將所有的靈感與構思 變成一張手繪圖紙印在木板上 雕刻的準備才算就緒 根據圖紙 根據形態的深淺度 將粗皮的輪廓先打出來 粗皮難 因為這是雕刻的精髓 這個人本身是胖的 你將他變瘦了 後面怎麼做都做不好 分層次 分遠近 分高低 分塊面 打劈對於塑造整體結構和造型 有著關鍵性的作用 決定了一件木雕作品的成敗 必須循序漸進 不得急於求成 僅這一道工序就需要耗時三個月之久 去保每一個工序都要萬無一失 因為雕刻的東西 手工的東西 一雕壞就沒了 互相之間的配合非常重要 整個團隊一定要穩定 每一個人要有自己的特長 眼準手穩 垂垂有力 刀刀見效 先去運籌帷幄之勢 手運爽快俐落之感 這時 木雕將人們化身武林高手 馳成於方寸之間 平面圖紙掉下去之後 下面已經沒有圖紙了 挖裡面的層次 一定要靠雕刻師傅的工藝 可能每個人的手法出來都有偏差 這個偏差不是缺陷 不是夾刺 是一種煤 是每個人的理解 就像真實一朵花 每一朵花開出來都不一樣 越深下面就越難操作 很容易把邊站的東西就碰斷掉了 所以說這個時候 就要非常的認真 非常的仔細 你看到好像還是沒什麼變化 但是我為了挖這個洞 可能我就挖一天的時間 經過半個月的靜置等待 核戰拳的巨型照避 終於迎來了搖遍的神聖時刻 一二三上 各就各位 小心小心 好 收藥是整個逃逸生產當中一個核心 我們俗語有句話說 泥菩薩過疆自身擔保 泥菩薩一過疆就化為烏有 選擔泥江 沖的那個位置 他必須經過火山的洗禮 燒造出來才變成鋼馬 所以說燒火是最後一關 勝敗得失就是靠火山 龍搖點火的方式 古老而富有儀式感 歷來如此 好 跟著這裡 每個門口插一鐘 因為它像一條沃龍 從龍頭到龍尾 像一條沃龍一樣 一條龍般沿身而上 以前稱這種搖為龍鳥 燃火 燃火 水向下流 火向上升 一條柴燃燒 有一種助燃的能力 這些火不斷攀升 就這樣 靠點著這根柴 用十八小時十六個小時 燒到一千二百五十攝氏度 在入窯後的十二小時裡 窯內的溫度 一直維持在一千攝氏度左右 好熱 特別熱 我真的不敢相信有這麼熱 燒大火 就在下面投大菜的時候 燒大火的時候 整個人一下去 整個人的感覺就是 臉一下子就會繃緊了 就水分瞬間秒乾 這太可怕 我說 柴火燃進前的 最後四個多小時 河湛泉和工人們 要不斷地往窯內投柴 一鼓作氣 使燃燒的溫度 上升至驚人的 一千二百五十攝氏度 這窯的火是很亮 阿智 那些油又起泡了 看見了嗎 都起焦了 剛才都很渾濁 現在很清 但現在火還沒燒熟 頭柴渾濁 不是 頭柴渾濁 一熄火就很清 這種火是青色的了 但青中帶一點橙色 好 你試試稍後再看 等全部柴燒得差不多了 一看下去全部是清白的 而且這條窯現在呢 燒窯最重要的是 你想燒出好的東西 記住一件事兒 龍窯一定要熱窯 柴又少 氣味又好 作品又美 只要你用經驗 慢慢掌握它以後 它的升溫曲線和升溫泡物線 合理了 就很自然可以靠在下面 燒一條柴 用16至18小時 就能將整窯缸瓦 一千二百五十攝氏度 全部燒熟 這就是智慧 祖先的智慧 終於再次看到自己的作品了 這套烏戟真的很精彩 烏戟是最複雜的 也是我們祖先最了不起的 一個綜合性的藝術作品 那中國人認為屋頂會起到 一個非常重要的庇護的作用 琳琅 桃塑瓦吉 它是以藝術題材來做裝飾的 這個在全中國都是僅此一份 例如這條屋頂 最高難度是火球和火珠 因為燒十六紅的確很難 像這件燒得這麼漂亮 燒了三次才能成功裝上去 你看那火球 紅得很均勻 而且是火紅火紅的 陽光折射的時候 紅得很厲害的 從創作到製作 兩年時間完成這件作品 六七年之後回來再看 那個畫面一幕一幕 在我腦海裡面再呈現的時候 很感動 就是覺得 有很多講不出的話 一個項目能夠堅守四十一年 不放棄 不斷追隨 這四十一年所熬過的苦 只有自己才知道 把它拉出來 所以力度要油一點 不要把那個木頭吸拉出來 拉出來就很粗糙了 修光使用比較薄的刀 一刀一刀地將形狀整理順暢 修至一毫米薄 打拼我們用的是剛力 修光考驗柔力 要求手腕的力 那種柔力 那種韌力 要講我那個幅度 把所有的力量掌握在手腕那裡 把那個手擠 把那個刀壓穩 往前推出去 木雕記憶 手口相傳 悟性與耐性缺一不可 大型作品 有一些簡單的地方 像那些葉子 我可以敲一下 還有修一下 我的想法 我肯定都想參與了 但是那些師傅們都不放心 畢竟這個東西比較貴重 我還是第一次接受這麼深的東西 參與的時候 心情還是比較高興 畢竟叫你打這個的時候 已經是給你一種肯定了 因為我們學這門技藝 不是說一十三課就學得好 一年學不到什麼東西 表面的東西 基礎的東西 三年只不過在基礎上面 稍微深入一點點 最起碼學五年 才能名正言順成為 做得比較好的師傅 不要那麼看 可以走慢點 走到走慢點就可以 你想做了那麼多年了 東西還是一直 達不到他們的要求 自己的心情肯定很著急 有的時候就是很沮喪嘛 這樣 就是這樣 我們這個行業做的人 越來越少了 慢慢的你 你必須要把你頂上去 就這樣 反正一天不停地學 反正就是這樣 不停地看 天天學 天天看 這件作品因為是小懶風貌 我是小懶人 所以我很有情感 也很有印象 我很擔心傳承 我幾十年的秘籍和配方 沒人傳承會很麻煩的 我的兒子在外國讀書 他回來後 我第一個找他聊天 因為我要跟著這個時代去變 然後所以可能一些更 有時候有一些抽離具象的 更概念性的 更超顯的 包括那種藝術手法 可能有時候會給他一些 特別大的衝擊 就是他不能理解 我可能更關心色色問題 我的色色是什麼呢 這個瓦面 全部用我們的這種顏色 應該用白色 白色不好看 因為白色沒法錯開 我反而覺得瓦面應該用星珠 當然你很慣性思考這個傳統 就老了 因為其實再過一百年後 你再回看我們現在也傳統 所以其實傳統它是一個移動的概念 就是傳統即單下 其實它本來就沒有傳統與否的這個標籤存在 它就是經典它就是美 它就是經典 所以我只要去掉這個標籤 這樣一擺 年輕人特別喜歡 我賣一個笑茶 有本地特色的茶果 跟西式的一些糕點 然後就用上我們自家特有的 它特製的這些琳琅味十足的碟子 大家會看到這個就是我們陶屋的 標誌性的琳琅古建築瓦戟製作工藝 也是一樣製造出這種視覺上的 新的體驗感 它這是自然的一個過度變化 它不是說人為的一個藝術效果 我們真正生活當中遇到的石流 它其實不會是純色 對吧 等一下大家看到那個上面的碟子 每一個碟子都 都是很經典的一個幼才的一個案例 春夏跟秋冬 有對這個燒搖有影響嗎 有 當然有 當然其實這個精準 我一直有這個舉案思維的心態 就是因為我們做的 還是用最地道最傳統的方式去做這個 我們說今天的文化未來的古董 我覺得這個文化的推廣更重要 把這個文化傳播出去 能夠讓它走得更遠 大自然它是 它裡面的生命是豐富多彩的 它就是我們一種創作的靈感 我在欣賞一朵花的時候 剛好有一隻小蜜蜂 它就飛過來了 剛好就是在花心上面在那裡 其實這個就是一個很好的一個結合 在自己學習進步的時候 就是可能就是那麼一點 給你注意到了 觀察到了 那這一點 那就是你能夠學習作品 能夠進步的一個空間 白轉千回的思量 一刀一刻的落下 新手合一方能締造傳奇 每一刀都要胸油沉住 你每一刀下去沒得修改 沒得改變 思靈彈雕 相當於以刀為筆 以木為紙 創作一幅立體的工筆畫 鳥的羽毛 焦繁複雜 細如法絲 實用的三角刀薄如紙片 十分考驗手腕和手指的柔理 最關鍵的一點 就是如何表現出它的吸力 它的質感 風吹的感覺 它這個羽毛有的地方 它是比較鬆動的 有的地方是比較緊密的 那你如何把這個細節 表現出來呢 不斷地去發現問題 去解決這個問題 專注於一件事情 把這個事情能夠 越做越好 用手雕出來的東西 就珍貴 每個地獄 每個人的本事 每個人的絕招不一樣 所以它會產生萬指千紅的 千字百態的面貌 所以永遠看不滿足 油溫器打完蠟喉 在板上再用刀 一刀刀划出來 像影子一樣 若隱若現的感覺 敢於創新 敢於設計 但我不會偏離手工雕刻的記憶 這兩者一點都不矛盾 藝術永遠都是不斷創新 不斷又成為傳統 又不斷創新 又不斷有新傳統 很多代的藝術家 很多代的能工巧家 用他們的智慧跟本事 一代一代把我們的東西 繼續推上前進 每個時代有每個時代的產物 傳統的東西要堅守 也要創新可與時俱進 要有時代的符號 來囉 哇 泡爛了 精采 在快節奏日漸佔領生活 高科技已然解決大多問題的時代 來 核戰權反而慢了下來 一慢就是四十多年 再來 這些顏色漂亮 他將他所看見的傳統文化之美 傳統記憶之精湛 就像裝進了真空包裝 保存至今天 讓無數人心持神亡 一色如謠 初謠萬彩 我最理想的是在八十年代 創辦菊城陶屋的時候 就將這個行業定位為我的終生事業 一生只做一件事 一生做好一件事 無論機械如何普及如何先進 我們的守望空機 永遠不會落寞 永遠會佔有一切之地 一門手藝 一種降噪 淨透深厚的歷史文化底蘊 我們這個手藝吧一直做一直在學 因為這個東西只有更好的 沒有最好的 現在肯定不會放棄的 選擇了這條路就必須堅持地走下去 把那些傳統手藝人的產品都包裝特別好 然後他們講好每一個人的故事 它們產生真的是一個顯性化的一個 經濟價值的社會效益 他們的後援才會更願意 回來去投身到這份事業當中 我現在只是在一個學校的平台上面去講 但是他們最好的一點就是說 他們很年輕 在他們年輕的這個時代 其實我是玻璃科種子 要努力做好每一件作品 這些是我工作的樂趣所在 我們看到老祖宗的作品這麼漂亮 我相信日後 一百年 兩百年之後 人們看到我的作品覺得很漂亮 我們艱辛了幾十年 真的做夢都想不到 有今天的好時代 前所未有的好時代